嗨 大家好 我是Kennie Kee 歡迎收聽 尬聊音樂 大家過得還好嗎 這一次呢 我要介紹的歌曲是來自小宇宋念雨 然後邀請左光平為台劇 她和她的她所創作的主題曲 破碎的完整 我今天也想要好好的介紹一下這部影集 因為我覺得知道影集的內容 再來聊這首歌曲感觸真的非常多 那小宇從去年年底發行全新專輯 無視之後終於又帶來了全新的單曲破碎的完整 那這一次呢是看台劇影集 她和她的她合作 是一首溫暖療癒靈魂的歌曲 在詞曲創作方面呢 邀請到了左光平為這首歌填詞 我大概介紹一下左光平 她是一位在娛樂產業中斜槓到不行的人 她的職業是當電台DJ 也當歌手 當過演唱會企劃 唱片企劃 作家 經濟人 然後詞曲創作者 這些都是她的職業 那這次呢收邀填詞 據她的貼文分享啊 整個過程真的是很有意思 那剛開始呢她其實陸續寫了兩個版本 但始終就是在詞的方面跟戲劇方感受不到有太多的交集 那有天呢戲劇方就聯絡她與導演見個面 那從導演的口中認識整個劇情 雖然其實在他們見面之後的第三次的那個版本 還是有讓導演再次做了一些建議跟改正 那其實我覺得導演用了一個非常非常貼切的概念 叫做在後重建 左光平很快就能夠理解在後重建這個意思 所以就有了現在這個版本的詞 那我覺得在後重建真的極度貼切 而且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部劇的話 很能馬上就理解導演所說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創作者厲害的地方 其實左光平這次寫詞很很強的地方就是 他其實沒有辦法看過劇 因為他在寫詞的過程中 整個影集都還在拍攝當中 所以他只能純粹從導演的口述當中 來了解整個劇情 或者是去猜測整個劇情走向 所以他要在沒有看過影集純靠口述的情況下 又能寫出這麼符合和內斂的歌詞 真的 拍手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那我今天呢會想要 簡單的闡述一下他和他的劇情 所以呢以下的討論會參有大量的劇透內容 如果你們想要看這部劇 但是還沒有去看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先跳過這一集Podcast 那如果你覺得沒有關係想要聽我講的話 或者是聽我講的話 你還更想要去看這部劇的話也OK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說囉 劇情裡面呢 開拋 我說開車啦 在開車逃跑的過程中發生車禍 那醒來之後呢 他突然的回到了宜蘭的老家 也來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呢 以示的爸爸還有弟弟都還活著 那他性侵他的李化老師卻被謀殺了 但他其實記不起關於李化老師 閨蜜 爸媽 弟弟 前男友的某些重要的記憶 甚至連李承斌所飾演的男友 在這個世界都變成行警小流 他們是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 男生不認識林承熙啊 但是林承熙是認識這個 長得很像他男朋友的行警小流這樣子 然後在抽絲剝繭的過程中 一步步靠著身邊的人 帶領林承熙釐清整齊的謀殺案 他在回憶起啊 原來他在高中的時候 被李化老師性侵的記憶 那也隨著這個回憶被喚醒 林承熙才回到現實世界中 那其實他在發生車禍之後 其實我有點不太能確定他是發生車禍 還是他在開車的過程中 就解離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去看一下影集這樣子 就是他在那一次事發之後 他整整解離了兩天 那他但是他在解離的世界裡面 就是他在幻想 他解離出來幻想的世界中 已經過了好幾天的過程 那甚至他從原本獵人頭公司的女強人 這個職位 變成了一位和癌可欣的幼稚園老師 我這邊大概講一下解離症 解離症呢是一種 一點都不罕見的心應性障礙 在早期的時候 常常把它跟思覺失調症給搞混 那甚至被廣泛稱之為叫做多重人格障礙 導致呢大量的誤診 就是被錯誤的診斷 那在後期呢經過研究顯示 其實解離性障礙 其實是一種隱藏的流行病 所以我前面才會說 它是一點都不罕見的心應性障礙 那多重人格只是它的其中一個形式而已 那因為我不是醫學專業啊 所以我就不講太多醫學相關的知識 那如果有聽眾朋友 其實對這種解離症啊 多重人格障礙啊 思覺失調症是相關的專業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區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之間的差別 或是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我今天會主要針對劇情還有歌曲 來帶大家聊一下這首歌 《破碎的完整》 那劇情中呢 林晨熙其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賈金文誓言的學姐 顏勝華也是李化老師的性侵對象 可是在小時候 林晨熙向父母告發這件事情的時候 得到的卻不是完整的保護還有陪伴 而是爸爸的不斷的指責 不斷的懷疑 甚至是媽媽的妥協 那其實林晨熙在後來是有自行告發 自行去報警的 只是呢 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 離事發當天也過了好一陣子了 那反而報警這件事情 讓校長出面 來跟家長還有老師談和解 那這件事情呢 就成了家人中 避而不談的靈異事件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 就是所有人明明都 心照不宣 知道這件事情一定有發生 可是因為家丑不外揚 不想把事情鬧大 不想讓街坊鄰居 或者是不想 甚至不想讓別人覺得說 你的小孩是不是其實在說謊 是不是老師對他不好 所以要報復他用這樣子的手段 很恐怖 所以選擇和解 或是選擇 完全不想聊這件事情 就讓這個小朋友獨自一個人去面對 這些真的發生過的事情 然後大人就選擇不相信 所以其實這是 靈異事件啊 真的是靈異事件 我自己覺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在整個家庭 沒有一個很完整很完善的 陪伴這個小孩做後續的心理建設 跟陪伴他走下去 這小孩最後真的會崩潰掉 如果這件事情對他的 因應跟傷害太大的話 那劇情中 因為林晨熙確認了學姐 顏勝華也是受害者之一 那原本呢 他們以為兩個人的控訴 是可以成功的 是因為學姐她實在太害怕 加里德之後會大崩潰 然後她自己也怕被罵 甚至呢 李華老師在辛勤完她之後 其實有金額援助她 就是資金援助她 繳學費 因為他們家的家庭環境 非常的不好 所以她也怕 李華老師沒有在 沒有辦法再對她 就是繳學費這件事情 她最終就選擇不站出來 那在林晨熙的解離事件中呢 學姐顏勝華是殺了 老師的兇手之一 那解離事件中的爸媽 爸爸呢 因為看到 晨熙多年的痛苦 就是她已經長大之後了嘛 她也曾出手 要將李華老師給殺了 但是最終卻沒有成功 那媽媽的方便 在解離的世界中 她甚至有跑去找師母 痛罵她 理論她 罵她說你不准再出現在 林晨熙的面前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些種種 包括殺了老師 還有殺老師未遂 還有找師母痛罵理論 這些都是為了幫晨熙出一口氣 然而 在現實的生活中 這些都不曾出現過 所以你看現實與生活中的 應該說現實與解離世界中的反差 其實是可以很明顯 闡述林晨熙想要 當初得到的一些反應 大家的反應應該要是什麼 那劇情中還有兩位晨熙的閨蜜 高中的同學 叫做陳志玲跟楊佳音 那在一次晨熙的坦白中 也是高中的時候 晨熙終於將她被性侵的秘密 告訴了陳志玲 但大家也知道 說出去的秘密就不會再是秘密了 這件事情真的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我 我自己是一個口風很緊的人 就是我是一個守口如瓶的人 如果今天 這個人告訴我他的秘密 然後他有明確地跟我說 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 我就真的會把這個秘密 帶進棺材 我自己是這種人 因為我覺得很不道德 就算 就算 你覺得 你把這個秘密 講給其他人聽 這也不是一件什麼多大的事情 但因為 對這個人來講 你不知道這個秘密 對他來講到底 有多麼的嚴重 因為沒有辦法 你不是他 你沒有辦法 感同身受嘛 可是如果我們 我們就只是再多一點 同理心 好這個人 他講的秘密 尤其是 林晨熙的秘密 因為他 說出去的這件事情 非常的嚴重 所以他很快的 楊佳英也知道了 就是陳晨熙告訴他的 那因為他們知道了 這麼嚴重的事情 那楊佳英呢 在上學途中 他有一天聽到其他同學 對林晨熙的賢言賢語 他就是那種正義感爆發 他一氣之下 就出面去跟其他同學吵架 那殊不知呢 一個鬧太大 他其實初衷是好的 他的出發點是好的 但他沒有把這件事情 當做一個 林晨熙很嚴重的秘密來看待 所以就鬧太大 變成好像整個學校都知道 林晨熙的秘密一樣 那最後呢 輔導老師介入處理 也通知了林晨熙的爸爸 前來學校 要來確認林晨熙 講出去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再一次的 爸爸來學校的時候 不是來安慰 或是不是來陪伴晨熙 是來指責 繼續懷疑林晨熙 導致他的陰影加深 那也是這樣子的關係呢 林晨熙就跟這兩位閨蜜 絕交了 從此不相往來 但是 在解離這事件中呢 楊佳英在出社會之後 在某次的聚會結束後 與小開發生關係 那這個過程 卻被錄下來 甚至流傳到網路上 讓他飽受網路霸凌所苦 那還有一個點是 在解離的世界中 楊佳英 陳志玲還有林晨熙 是已經和好的姐妹 就是是非常非常要好的姐妹 這樣子 那我覺得與現實 反差的解離事件 深刻的反映出 林晨熙希望獲得閨蜜的認同 與同理的心境 甚至他在解離的世界中與他們和解 變成真的很好 就是繼續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那因為我覺得在現實世界 他覺得 他被閨蜜背叛 那他死守這麼久 這麼不堪的回憶 居然就被這麼輕易的說出來了 我覺得任誰都很難接受 一般人也很難接受 然後在解離的世界中 晨熙的職業變成了幼稚園老師嗎 我剛講過 他其實還拯救了一位 免於被爸爸帶著一起自殺的學生 那其實這個學生 我覺得有一個蠻重要的點是 在解離世界中 這一個幼稚園的小女孩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不經意的跟林晨熙說 他的爸爸最近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是一個隱藏式的求救訊號 因為對這個小女孩來講 他並不知道爸爸想要帶他們離開 這一句話隱藏得多麼可怕的危險 所以他只是稍微帶過 他很擔心 因為他想要跟媽媽一起生活還是什麼的 我都忘記了 但是他就是講了一個 他覺得好像有點不想要 然後他有點擔心的一句話 但是林晨熙有記在腦海裡面 我覺得這也是很大的差別 他最後才有拯救到那個小女孩 因為在現實世界中 林晨熙當初的求救就是沒有被重視的 他如果大家有重視他的求救的話 他也許就不需要經歷這麼長時間的痛苦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 我快講完了 再來講一下 李成斌所飾演的男主角浩鳴 是林晨熙的男友 他完全就是一位大暖男 他不只沒有被林晨熙高冷孤僻的個性給嚇跑 就連在最後得知林晨熙的過往之後呢 也死命的牽著他的手 要陪他一起走過一切難關 我覺得他做了 做到一個陪伴憂鬱症患者最好的一個動作 在劇情裡面又演出來 就是他最後是去上那種團體的課程 就是陪伴憂鬱症患者如何成為重要他人的一個心靈課程 這是一個超級正確的做法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面對憂鬱症患者 如果身邊或是家人有憂鬱症患者的話 我們好像就是覺得 不然我們就陪伴他 說一些安慰他的話 但其實陪伴憂鬱症患者 不只是患者本人要接受專業上的治療 跟專業上的建議 陪伴他的家人朋友 其實都要有一定的醫療的相關知識 才有辦法保持你自己不被動搖的心 繼續跟憂鬱症患者相處 因為跟憂鬱症患者相處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 我必須得這麼說 它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 然後他需要很強大的心理素質 如果你在某一個環節點 跟他一起覆面下去的話 那就是兩個人一起得憂鬱症了 所以尋求專業上的協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劇里面演得非常好 他最後是參加那個團體的心理課程 是由真正的心理醫生帶領這些重要他人 來一起面對他們自己的憂鬱症患者 這件事情是如果聽眾朋友你們身邊有 你非常非常重要的身邊的家人朋友 有得憂鬱症的話 然後你不想要因為他得憂鬱症而遠離他 你想要一起陪著他 你們一定要去尋求專業上的協助 去參加這種類似的課程 或者是去 我其實不太知道 但就是要去尋找這樣子的協助 我們才能用比較正常的心 不能說正面喔 正常的心態去跟憂鬱症患者相處 這樣 那 浩鳴在解離的世界當中 化身成心經消流 那他是一位唯一 最想要釐清整起 李化老師命案的關鍵人物 他是正義的護身符 他多次在凌晨期 一直被大家蒙在鼓裡的時候 陪著他挖掘更深更深的記憶 那是一個不管在解離的世界 還是現實世界中都會被他深深吸引的角色 最後呢我們來聊一下李化老師 跟林晨熙的弟弟 那在解離的世界中呢 李化老師因為中風 那師母不便照顧 所以他住進了養老院 那養老院的護理長就是學姊 顏順華 看到林晨熙出車禍之後 他就是為了想要幫他們兩個 報復這個李化老師 他在養老院中對李化老師 下了高劑量的安眠藥 那在同一天 林晨熙的爸爸也前來要殺死李化老師 可是因為當下被顏勝華撞見之後 就被顏勝華勸退 所以最後沒有成功 那後來林晨熙的弟弟 也是為了要報復李化老師最終下手成功 那其實弟弟最後還計劃著要殺死師母 因為呢 師母這個角色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假害人 師母其實一直都知道他的老公 對他的學生 就是他自己的學生性情 那因為師母 師母其實跟林晨熙的媽媽是 以前是國高中的同學 然後他在他們那個地方 被大家就是人人稱先 因為嫁得好 嫁了一個老師 然後家庭很完美 看似都很完美這樣子 所以他為了 第一個也是家醜不外養 然後為了保持他覺得要很完美的婚姻形象 所以他任憑他的丈夫 一直對學生性情 然後他選擇逃避 他甚至在後來還誣陷林晨熙跟顏聖華 是說他們是造成他們家庭失和的第三者 所以林晨熙的弟弟真的棄不過 所以也想要將師母一同殺害 可是在解禮的事件中他最後被師母反殺 當然這一切都是林晨熙的幻想 爸爸跟弟弟的死亡都不是因為這樣子而離開的 那現實中的李化老師 他不但沒有接受法律的制裁 還在退休之後跟著師母一起到花蓮去生活 那林晨熙的弟弟是得知他們去花蓮生活的時候 在好像大學畢業吧 就要到花蓮找李化老師 找李化老師的這個原因 我一點不太記得了 就是那個為什麼要去找 我一點不太記得 但是呢他卻在回家的途中 出錯誤就死掉了 那林晨熙的爸爸是因為晚年生病過世的 我覺得劇中現實與解禮世界的反差 就是更能體體現出現實世界中的真實感與無助感 因為壞人是真的有可能被原諒被保護的 然後受害者要一輩子活在當初的陰影之中 他裡面有一句台詞是說 原來他破碎的靈魂碎片 一直都沒有離開過他被性侵的那一刻 他就好像永遠的停在那個可怕的瞬間 停住就走不下去了 就是我覺得這些受害者要一直經歷那些 沒有必要的什麼與自己和解 與世界和解 就是他沒有他如果沒有被傷害 他根本就不需要經歷這些過程 就是很殘酷也很恐怖的 那另外呢我想講一下劇中一開始 他有一隻白色的鴿子 跑進林晨熙的家裡面 然後林晨熙就是激勵 因為他非常害怕他想要把他趕出去 大家知道白鴿象徵的東西是什麼嗎 相當是和平耶 我一開始也覺得 哇白色鴿子和平 結果我其實看到中間的時候 我有點忘記白色鴿子出現過 因為那是在影集的最一開始 但是我看到被性侵的段落的時候才發現 靠 林晨熙在被性侵的時候 其中一個背景音就是鴿子拍動翅膀的聲音 跟鴿子的叫聲 嘲諷詞的 這真的嘲諷詞的 嚇死我了 就是往後 林晨熙只要解離的時候 鴿子都會出現 那劇本呢 用象徵和平的鴿子 成為每一次的林晨熙解離的征兆 這真的超諷刺的 好恐怖喔 劇本 欸這真的很恐怖欸 我那時候看到 就是被星星片段的時候 我真的大起雞皮疙瘩 因為我不知道 還有一個 這麼前面的含義 藏在這邊這樣 那歌曲當中呢 有一句話叫做 聊回歌了 終於啊 聊一個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是要來當那個 電影解說員 還是那個 聊歌曲的 在歌曲當中呢 第一句話是 受過傷的靈魂 總有五行的疤痕 很多時候真的 真的就是只有五行的疤痕 只能是五行的疤痕 因為 這種事情你不說 根本 就不會有任何人知道 我前幾天 聽了一個Podcast 故弄玄虛 然後 他們有邀請來賓 來講他們家庭的故事 那當事人的媽媽呢 就來賓的媽媽 因為先生外遇之後 得到了非常嚴重的 憂鬱症 那他在陪伴他媽媽 治療的過程中 他媽媽才 講了一段 他這輩子都沒有 對他說過的一個故事 就是他在小時候 我記得應該 不到十歲的時候 他的媽媽看到 他的家人被傷害 那對他來講 他的陰影實在太大了 但是 這件事情就是他 只要不說 就不會有人知道 大家可以去聽 故弄玄虛 主持人是DK跟D嫂 他們有個YouTube 好像叫 異色檔案 對我超愛聽他們的節目的 我覺得這個故事 最重要的地方在後面啊 因為來賓呢 跟他媽媽從小感情 不是很好 所以他一直覺得 或許是他的媽媽媽 不善經營家庭 才會導致婚姻失和 所以他對他的媽媽 其實有很多的 不諒解跟不理解 只是在他 聽到他媽媽 小時候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完全 瞬間 放下對他媽媽的 不理解跟不諒解 甚至呢 轉變成想要 給他媽媽 更多更多的愛 真的我那時候聽到 在公司聽到的時候 中午午休的時候 聽到大 大犯了 我差點在公司 就是淚崩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但哪一節我真的忘記了 就你們可能要自己找一下 故弄玄虛 那再回來歌曲的部分呢 裡面有唱到說 痛苦更能 痛苦過 靠腰 痛苦過 能珍惜傷痕 當時的美就能保存 還有第二次的 痛如果能忘的無痕 也許美好就能保存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就是保存美好這件事情 其實不需要經歷痛苦 也沒有必要要有傷痕 但是劇中的淚崩熙 就是因為被傷害過 他才知道 原本美好的生活 是有被摧毀的可能性的 所以我覺得這詞真的 再一次的 寫太好了 真的寫太好了 太棒了 那最後呢 我想要分享的詞 是最後一句話 我想我能溫柔的承認 我有過完整的人生 林晨熙在這部劇中 我覺得想要帶給大家 更多的東西是光明和希望 就是他在最後 經歷了這麼破碎的多年 他在最後經歷了這麼破碎的 好多年之後 終於找到一個可以接住他的人 那也終於可以好好的面對 他這個本來不應該要有的陰影 不應該要有的創傷 我覺得還是很正面的結局 而且林晨熙 晨熙這個名字 本身他就有太陽剛升起的 微光的意思 是一天的開始 也是充滿希望的 是溫暖的 當然我們用負面的想法來看的話 他就是一直卡在太陽剛升起的時候 他的陽光就是沒有辦法 完全的照耀他 照亮他 我說這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想法 對 那我自己也是相信他想要表達的 更多的東西是象徵溫暖光明的那一面 那小宇在最後這兩個字 人生 他唱了兩次 那明顯在音告上面做了一點區別 我覺得也多少傳達了 就是這兩個版本的人生 就是林晨熙完整的生活形式 因為他罹患解離嘛 就是在劇中來看的話 這是我聽到的小巧思 然後也是我自己聽到就是消化過後的想法 那這一次呢 小宇依然的參與了幾乎整首歌的製作過程 從製作到編曲到和聲再到最後的錄音 真的品質保證啊 真的品質保證 我特別想要講一個點就是 呃 整首歌從大概40秒左右開始 就有一個像808 Subbest的那個低頻 嗯嗯嗯 一直存在到最後 就他起了一個很很猛的效果 就我的心上每次聽到這個嗯嗯的時候 就會麻麻的 然後每聽到一次 就是我就會想到現在唱的這個歌詞 與劇情中所相連的某些片段 是一種在情緒上很4D的體驗 很厲害 所以我就特別去看了混音師是誰 果然 黃文炫老師 再 再受我一拜 他真的很強耶 黃文炫老師混過非常多 快智人口的歌曲 我覺得他每一次出現都 恰到好處 是一首很高級的歌 小雨出品 這是高級 這是一個品質保證 呵呵 受不了 那其實呢 劇中還有一個插曲 有一首插曲 叫做我的她 是戴愛玲演唱的 只是在錄音的當下 這首歌 還沒有釋出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很好聽的歌 應該很快就出來了啦 然後也很溫暖的 一首療癒系的歌曲 好 今天就是我想要分享的這首歌 來自小雨 送念雨 破碎的完整 就這樣 那其實我最後還想要聊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 這些心得啦 聊天啦 呃 就是我上下半的時間 會遇到非常可怕的 就是 車流量 很恐怖 就是基本上是 有點動彈不得的感覺 然後最嚴重的話 可能這一整段路 時數都可能只有6 5 不到10 那 最近 尤其這一兩個禮拜 有個非常非常深的感觸 然後 這個感觸呢 讓我下了一個 蠻大的決定 因為這是會改變我整個生活形式的決定 但我覺得應該是好的開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逼不得已的啊 我上下半的時間會非常 遇到非常大量的車流量 然後 因為動彈不得的過程中 有時候上半可能騎車 明明 20幾分鐘就到的 到得了的 路程 我硬生生就要其他一個小時這樣子 然後 尤其是路上的車 尤其是上半時間 可能 可能啦 大家都快遲到了 所以我不太懂 我的那條路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塞最嚴重的那條路 大概長什麼樣子 它中間呢 是只能給 1 2 3 5 6 它是一個 6 6項道 就是 來回各3道的那一種道 然後中間的4道 是 只給 大家想一下景平路 中和景平路 你們就知道了 中間的4道呢 是給車子走的 機車是不能走的 最左右邊的2道 就是給公車 還有等一下可能要右轉的汽車 還有機車 走的 所以呢 我們也 我們也就只能走 人行到旁邊那個小小的那個 這麼這麼窄的那一條路而已 所以那個 那條路的寬度就是 一台汽車 一台半的機車 就人行到了 就這樣 中間就是分隔道 就是那個捷運底下 還是高架底下 對 所以呢 我們就只能擠在那一個 一台機車半的 那個小小的地方 跟汽車一直並行 因為上下半時間沒辦法 就在這麼窄的地方 我這兩個禮拜 每天 早上 都還是會遇到 要一直轉 一直轉 一直轉著機車 然後甚至有幾次 我不太懂欸 就是你轉過這台車 你還是會被前面那台車擋住啊 那你到底在急什麼啊 到底在他媽急什麼啊 然後尤其是很多時候這樣子 我都會差點出車禍 因為他們就是 這樣轉過來了 然後甚至有一次是 直接碰到 後照鏡 因為他們就轉 可是 路就這麼小 路就這麼寬 我很不能理解 聽眾朋友 你們有人是這樣子的 機車主嗎 可能有也不敢承認 對不對 你們在急什麼啊 最近你轉過我這台車 你還是會被我前面那台車 給擋住欸 嗯 我一個質問的語氣 你們在急什麼 很不能理解 尤其是 四五次 雖然那種 大姐大哥 我很不能懂 我真的很不能懂 然後尤其我 就是這一兩個禮拜 太嚴重了 然後有一次是 嗯 有一個 不在景品路上 但他就在旁邊 好像板南路還什麼 花狗的吧 他他也他下班 下班車槽 然後我前面那台車 一樣 那條路一樣 就是一台車 一台汽車 跟一台半機車的寬度 然後我的左前方呢 就是 臨近我的一個 左前方的一個阿嬤 他打著左轉燈 因為前 等一下前面有一個 可以左轉的地方 可是因為那時候 車流量真的太大了 他整 就是那個十字路口 是塞爆的 就是 我們綠燈的時候 他就整個塞滿 十字路口正中間 就沒有那個空隙啦 然後那一個阿嬤 就在我的面前打左轉燈 到了十字路口的時候 欸 他偏向左邊了嗎 很合理啊 非常的合理啊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你就偏左了 我就從你的右邊 騎過去 因為他等下要左轉 我要直走 我就從右邊要騎過去 在我即將加速 應該說我已經加速的那一刻 這個阿嬤 直接右轉 所以我們就差 最輕密的 那大概一兩公分吧 我停下來之後 因為他一右轉 我就馬上按殺車 我整個大爆冷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要裝上去了 他右轉 當下左轉燈還打著喔 我事後我相信他可能 忘記他的方向燈 現在正在響 正在閃 但沒辦法 我還是騎不過 我直接安全帽拉開 我就大聲的說 大家騎什麼啦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真的 我喊得很大聲 但我不覺得他聽得到 因為當下真的太吵了 就是 整個都是 車子的聲音 環境音 真的太吵 所以我不覺得他聽得到 但是呢 那個阿嬤就 稍微撇過臉 他沒有看到 他沒有看我 因為他現在 他應該很緊張 他覺得他應該要出車禍 他就撇過我 撇向我這邊 但他沒有看我 他就說 拍謝啦 就覺得你 你早就如此 何必當初呢 你的方向燈 就是一直打折的啊 在後面的車看來 就是你 就是一台急上要 左轉的車子 而且你明顯 在十字路口的時候 你也偏左邊了 你感覺就是要 讓後面的人超過你了 但是他在最後 最後最後的那一刻 他直接右轉 欸是大右轉喔 這樣子右轉喔 他在硬的當下 我也在硬的要超越他 對 就我這兩個禮拜 真的是發生太多 被 就是被轉車 被轉車 然後被這樣子 我就 我一直在思考說 是不是我騎太慢 沒有啊 我不能騎快啊 因為我前面的車也 十字路也就是四五啊 五六啊 那是我的問題嗎 還是 還是怎麼樣 所以就是 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我也覺得啦 就是大家 你如果對你的人生 任何的時刻 都有這種上班 要不想遲到 這麼衝的 心境的話 大家都是人上人欸 你不需要只在 要上班的時間 會遲到 就是會遲到 你晚出門 就是會遲到 你早出門 就是可以比較放鬆 因為我知道 我可能會被塞一個小時 我都提早 很早很早出門 所以我在那個 塞車途中 我就是一個很悠閒的人 車流速多少 我就騎多少 適當的保持安全距離 好 安全距離 他媽 安全距離 也是我覺得一個 超過分的事情 就是呢 有些車子會 用相同的速度 跟旁邊的車子 並行 那尤其是 機車 我不知道機車 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 你如果旁邊 是一台大卡 大卡車 你為什麼還會想要 跟他用同樣的速度 並行呢 你完完全全 在他的死角裡面 他等一下偏右偏左 你就白了 所以我 不是很懂這種人 完完全全的不懂 我只要遇到有車子 要跟我並行 或是我們速度好像 一樣的時候 他一直都在我的左邊 或右邊的時候 我就會超過他 或者是慢下來 讓他在我前面 我不喜歡我的左右邊 有任何車子 這才是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 正確的 行車的觀念吧 因為你們並行 就非常容易發生車禍 是吧 是吧 所以我常常看到路上 有好多機車 都跟什麼大卡車 同速進行 哇塞 我真的覺得 你們真的覺得 你們的命這麼不值錢嗎 他等一下就是稍微偏右 你就走了啦 真的 你根本來不及反應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 看到他打方向燈 是打左邊還是右邊 你要看前面 怎麼可能看旁邊 對 反正就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這個 情況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決定 我在12月的時候 要去報名建設房 我要去報名建設房 我要早上去運動 我就不相信6點多 還有車子在那邊走 我就不相信我在那邊 6點半出門 我還需要塞在那 我不相信 我已經是看好公司附近的健身房了 6點就開門了 我就6點出門 我6點半去健身 然後健身 要上班的時候再去上班 它是一個 蠻重大的改變 因為它完完全全會影響我現在的作息 但我現在想起來是好的 就是我現在想到我之後 如果是早上去健身是好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 不知道大家下班之後 都做些什麼事情 我自己 我身邊的朋友下班之後 其實都有一些行程 是固定的 像他們可能 2 3 4 會想要去運動 1 3 5 會想要去打雨球 我現在就有點類似這樣子的行程 就其中一天 一個禮拜其中一天上 好像星期幾啊 有點忘記了 之後可能要再跟老師 談一下 因為最近的課程剛上完 之前是每個禮拜二 上吉他課 然後每個禮拜五 跟我朋友去打雨球 然後剩下的 1 3 4 我就要來塞 我早上 下班 下班的話應該還好 就回家 準備Podcast 就是準備一些Podcast的文案 這樣子 所以 早上的話 我現在就是早上 除了睡覺之外 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利用了 但我現在想要利用早上的時間 我早上想去運動 我要去健身 但最主要的目的是避開那個車流量 真的太恐怖 因為我真的太怕我哪一天會 因為這種事情 然後被連累 然後出車禍 我出過一次車禍 或是自己累殘 我覺得太可怕 我不想要再 沒有人想要出車禍 可是我真的覺得那個風險好高 因為我這兩個禮拜 上班途中 至少看到了三四期的車禍 都是機車 全部都是機車 尤其是過橋的時候 過橋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你知道機車在橋上的道 就是機車道也就這麼寬 只要有一台車 或者兩台車相撞 就真的是白人 那個上班根本就是塞都不能動 因為它就這麼寬而已 所以 改變一下試試看好了 看一下 反正我12月一定要去報名健身房 我一定要去運動 我不想要再這樣被塞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 就是騎車 機車主獲得的一些心路歷程跟心得 大家真的要保護好自己的生命 不要再做這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要有一個正確的道路觀念 好不好 不然真的就上路了 你就急那個一秒鐘 好啦 你可能就急這個七秒鐘 你看大家就會說 你就晚七天回家 真的不要不要不要 會遲到就是會遲到 你就被它扣錢吧 誰叫你要晚出門 誰叫你要睡過頭 真的啦 會遲到就會遲到 不會遲到就不會遲到 早一點出門 然後不要這麼趕 好不好 要趕 要這麼積極努力 這麼衝 要當一個窮奏耶 就在你的人生的每一個時刻 都當窮奏耶 不要只在在 不要只在上班的時間這樣子窮 窮不到的啦 好 那就這樣 拜拜